上次课留个作业对吧 是不是六道题 六道题写上来同学举手 写上来四道就算 四道以上的同学举手来说说 四道以上 先放一把 写上六道同学举手 还是挺多 先放一把 这个写这个作业的时候 我看很多同学给我反馈 反馈的时候很多的问题 我那时候没给你们一一解答 同学这么说一下 同学觉得 哎呀这个作业第一次写以来 怎么这么别扭呢 觉得 哎陈队你看是我脑子里缺什么东西 是没长全啊 是需要动个手术什么的 还是还是这个 怎么回事 思维结构不对啊 怎么想不来呢 怎么 怎么我就想不来 别人都能想不来呢 对吧 产生一系列疑问 然后开始质疑人生 怀疑人生了对吧 但是觉得 好像我不太聪明 不太适合学这个对吧 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笨 可能你比你想象的还笨 对吧 开玩笑 别那么去考虑问题 第一次接触这种陌生的东西 大家原来的思维结构 和这种思维结构 肯定是不接轨的 你慢慢去适应 一两次之后 我就习惯了 这种东西比较简单 但是换一种层面上 它又比较难 可能说你熟悉了之后 就比较简单了 你不熟悉之后 在这个熟悉的过程中 它是比较难的 所以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也不要对自己的自信 产生这种质疑 这个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你们看一本书 你们看不看 叫逆转那本书 里面讲了一个道理 叫相对剥夺 相对剥夺原理 你说这个哈佛大学 哈佛和这个 和这个马里兰大学 是两个层次 基本上不接鬼的学校 马里兰大学 这个经济学的 这个顶配的这个分数 都没有哈佛大学的底线高 那正常来说 这个哈佛大学里面 学经济的同学 出来之后 毕业之后 应该全部凌驾于 这个马里兰大学 这个经济学之上 对吧 现实的结果呢 它真正里面 哈佛大学里面 产生的经济学家 和这个马里兰大学 产生的经济学家 基本上数量是一致的 数量一致的 而且哈佛大学 它的人数是50%多 马里兰大学也是50%多 只不过是确实 哈佛大学培养的 这个质量要稍微高一些 就是这里面 你们看出一个道理 就是环境吧 其实有时候很重要 就是一个人吧 你们有个道理这么说 一个人吧 一个人对自己 学习能力的认知 直接能塑造你 克服困难 挑战问难的一个意志 这个东西是一个 自信的源泉 所以说宁作鸡头 像什么宁作凤围 也不做鸡头 对吧 这话是屁话 知道吗 做凤围是一毛钱 做我没有 你在哈佛里面最后一名 你账上出来还是个垃圾 一样的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这帮人很厉害 考了很高的分数 他比马里兰大学 这帮人分数都高 但进了哈佛里面去 他就是个差生 无论他怎么努力 无论他怎么样的客户 他都觉得 旁边这帮人 轻轻松松学的 就比我强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紧接着 他本来很擅长这个领域 紧接着他对自己 就会产生质疑 是不是我不太适合学这个 是不是我笨呢 然后想来想去 对自己的学习能力 就会产生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认识 最后的话 他不会挑战困难 去克服困难了 最后肯定会导致 他走不完这个路了 所以说一个人的心理 对一个人影响很重要 能那么意思吧 所以不要受你自己心理影响 人都是很优秀的 一个人的心理 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是绝对的 你说能力 大家高于低 能差哪家 有的时候就差那么点 你能不能是否坚持下来 有的时候差就差 那么一点点坚持 所以没什么的 调整好自己心态 我怎么讲过吗 私欺里面 反正这事 你不能总说 私欺里面 我叫邵德奇的同学 一开始来的时候 是最不自信的 能力肯定不是最高的 甚至说可以说最差的 能力最差的 最不自信的 心理素质最差的 然后理解能力也是最差的 各方面都不怎么行 拿到一个最高的奥本 这是奇迹的发生 对吧 其实我觉得不是奇迹 哪怕就坚持吗 坚持吧 二十多万 第一题咱先看一下 计算2的N次密 N可输入 N为自然数 先不用管那么多 先把你能写的 你会写的写出来 N为N输入会不 输入一个N 这不就 Ware一个N 对吧 等于什么 我就直接这么写了 perceint 上栏课给你们 抄下来这个东西了 prompt 然后里面随便写 写一个提示语 这是N是不是输入了 验证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输入 就写程序的时候 不要一股作息写下来 你写一点 试一点 试一点 万一发生错了 到最后你调不来了 对吧 你确保每一步的没错 这才是一个正点 重点 好了 这是输入一个数 答应一个数 行了 输入完数之后 咱不要去打印 咱要去计算 对吧 行啊 咱不复习了 行吗 不复习了 然后这个计算2的N次密 然后N为自然数 其实编程 你别着急编程 编程就是个找规律的过程 你把规律找完之后 下一步就是把规律 变成计算语言 对吧 变成编程语言 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找出规律来了 基本上编程的第一步 就完事了 你就算会编了 能懂我意思吧 你既然来不会那个 可能说不会把这个规律 找按成这个程序语言 但这不算完全的失败 能懂我意思吧 你考虑考虑也算可以的 这个2的N次密 有啥规律啊 咱先看2的一次密 是啥玩意儿 2的四格 对吧 2的二次密呢 是两二相乘 2的三次密呢 是三二相乘 四次密是不是四个二相乘 对吧 这就是它的规律吧 这没啥了 就这么简单规律嘛 对吧 然后咱再看 这个东西 怎么来放到程序里面写呢 你看把规律写到这之后 怎么来放到程序里面写呢 这好像是多少次密 就有多少个二相乘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多少个二相乘 其实乘了多少次啊 就是你看啊 这个2和2相乘 咱能不能拿一个东西来表示 那程序员就22相乘呗 对吧 那三个2相乘 其实可以理解成 前俩数的结果再乘一个2吧 四个2相乘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前仨数的结果再乘一个2 这也是一种规律 对吧 你说找到这种规律了 咱能不能把它重乘成程序员呢 好像也差不多 对吧 有个东西叫 你看每一次 是不是乘的过程 都是一个 每一次的计算过程 都是相乘 乘的东西都是2 只不过把乘2的结果保存出来 下次再乘2 乘2结果保存出来 下次再乘2 对吧 所以每次就是用原有的结果 去乘2 对吧 就这个东西抽象出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 可循环调用的一个东西 对吧 可循环的东西 是不是就一个放循环 对吧 放循环吧 那这放循环啊 咱先不用管那么多 咱就先写出来 我跟你说 写放循环的时候 不管三七二一 不管对不对 先写出来 然后再慢慢调 这个0还是1啊 是小于几啊 对吧 慢慢调呗 先来一个基本的通识 你先有助于自己思考 你到高手之后 你再慢慢写 这个I小于 先这么来呗 反正大脑印象里面 基本上这个东西 对吧 我基本上跟你讲东西 就说 我上课从来都不备课 我备过一遍 最后基本上全记下来了 成就不像你学校老师那样 我从来都不需要背 对吧 总得比学校老师强点什么东西 对吧 基力超强 所以我从来不备 然后这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可以随时回归到你们大脑的思考状态 去跟你们一起思考问题 对吧 然后咱一起写这个问题 但是成就说 成就算他万一写不来怎么办 不可能对吧 不可能 这种简单问题写不来 我怎么到你老师 对吧 所以从来不备课 那现在咱一起想 我的大脑过程 如果我不 如果我不掉用我原来的这个经验 如果我不掉用这种 之前大量经验累积出来的逻辑化思维 我第一次想这个问题 是先来个放心环 咱先试试 对吧 放心环咋写 我也不清楚 那就瞎写呗 I等于零 I小一等于 我管的对不对 先写着再调呗 不对再调 对不对 是这样的过程吧 然后咱慢慢来 放心环里面写的啥东西 肯定是乘二累积的过程 对吧 把乘二这个结果保存出来 然后下次再乘二 不是这样吗 放心环每次循环的这个圈数 里面执行东西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写里面的东西 要谨慎吧 对吧 每次咱要求的结果都是乘二 乘二 谁乘二 上一个数的结果乘二 对吧 谁乘二 上一个数的结果乘二 那上一个数的结果 从哪来开始算啊 这东西怎么算 这二乘二行不行 肯定不行 对吧 上一个数结果 咱拿一个变量来存上一个数结果 对吧 用来一个sum sum是求和对吧 求这个乘积怎么说 matiple吧 是吧 matiple是乘 咱matiple先来个一 或者一开始咱让它变成二 一开始变成二 然后第一次呢 这个 第一次 这个matiple乘二 那然后呢 这么写行吗 这么写肯定不行 这么写每次都他自己乘二了 没 对吧 没用对吧 咱们让它乘二这个结果再复回来 对吧 再复回本身 下一次用这个结果 在基础上再去乘二 对吧 这才是一个接成 这才是一个 一个求密的一个方法 那咱这样 matiple乘等于二 行吗 每次都是乘等于二 然后再复给自身 乘等于二 然后再复给自身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规律 咱找到了 只不过这个圈数好像现在筹起来 好像不太对 对吧 比如说咱看一下 如果这个n等于一的话 n等于一的话 是不是一次面 一次面就是二自己吧 n等一次面的话 它就来就四了吧 对吧 那咱看n的一不对 它不对了 对吧 那n等二是不是就对了呢 如果n等二的话 它循环两圈 对吧 循环两圈变八了 对吧 好像总是多了 那乘了那么一个二 对吧 那咋整 或者给它减一 让它少循环一圈 对吧 或者呢 咱就找找规律 咱让它都是变成 一乘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 现在咱们用n来控制循环的圈数 和这个每一次的这个 这个密不对应的情况 就是一次密 其实它没乘 二次密乘了一次 对吧 咱如果让一次密乘了一次 二次密乘了两次 三次密做了三次乘法的话 是不是就和这循环 圈数相对应了 是不是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那怎么来解决呢 一乘什么东西都无所谓的 对吧 一乘什么东西都无所谓的 那就给它加了一个一 让几次密的乘的次数 和这个循环圈的次数 是不是相对应 是不是这就好了 让multiple开始等于一吧 对吧 让这个multiple multiple等于一 所以在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你看n的1的话 是不是这块就是 1乘等于2的 就是等于2的 对吧 然后n的2的话 2的24米 是不是1乘以2 再乘以2 对吧 两点多啊 这机在导时查 国际级 在导时查 对吧 对吧 咱看看 这样是不是一个结成就完事了 这样结成就完事了 对吧 所以你看 其实有些时候吧 这个东西 程序一开始 在完全没有思路的时候 你怎么来写出来 听不懂 完全没有思路 怎么来写出来 其实很少有同学 或者说我都不可以啊 我刚开始弄编程序 现在有的东西写东西 也是一团 脑子里一团 因为你很难说看清楚 每一个细节长什么样子 那你怎么样推进下一个细节 你慢慢试一试呗 你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 感觉好像用放循环 咱写一个事实 好像这个放循环 控制是一个圈数 每次都进行同样的过程 写上事实 再慢慢调整呗 是不是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但是试两次之后 你脑里就基本上有一个定势了 这个东西就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下一次你就会用了 没问题是吧 用的更快 所以这个时候没问题 没问题吧 通过这个循环的圈数来 找到这个规律 对吧 其实找到核心规律 是不是还是乘等元 对吧 核心的规律还是乘等元 因为程序 它不可能这么来写东西 它只能是一步一步 把这个一串 拆解成多少次运算 对吧 把这一串 拆解成多少次运算 这是一次 这是两次 然后这是三次四次 然后怎么来进行每次运算 就是这样的过程 OK 这过了 那现在考虑一下 这个1的阶层是啥 1的 不对 叫二的零次运是啥 二零次运是1 对吧 二零次运是1 那这个二如果零次运的话 n的零的话 是不是放进环不止几 是不是最后输出 这个MATFLIX还是1 最后咱们就输出 输出这个变量 保存 发信 是不是就可以了 输出二零次运的话 是不是就1 二的二次运的话 是不是4 一次运的话 是不是2 就完事了吧 对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OK吧 OK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来看第二题 计算n的阶层 n可输入 n的阶层是啥意思 现在搞清楚什么叫n的阶层 对吧 n的阶层 n的阶层呢 等于 比如说 5的阶层吧 5的阶层等于5 一直乘到 1对吧 一直乘到1 5一直乘到1 那4的阶层呢 4一直乘到1 就几个阶层就几乘到1 对吧 是这回事吧 那现在咱看啊 咱拿5和4来看 这个5和4 咱上次都看到了 凡是这种乘法 咱就找乘了多少次 做了多少次运算 对吧 然后跟那个方向环 相对应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然后咱看啊 这个是5的阶层 其实乘了多少次 乘了4次吧 是不是4的阶层 乘了多少次 乘了3次对吧 咱想让它和那个n相对应的话 是不是最好 再给它乘一个1啊 让4的阶层乘4次 5的阶层乘5次 反正不改变的结果 对吧 为啥这么写 为了让一会写 放循环的时候 变得容易一些吧 否则的话 你i等于0 你就得i小于n减1了吧 对不对 所以让它i小于0 咱i i等于0 i小于n 是不是更好一些 对吧 更好一些对吧 然后i加加 这么来写 我知道 有些人可能看到这时候 你可能觉得不太对劲 对吧 i不能等于0 它是后话 它写出来再说吧 反正咱现在都不会 对吧 回归到你不会的状态 咱看了一起怎么思考的 这是重点 不在于它写出来 写出来不很容易吗 直接给你完事 咱一起思考一下 那写完之后一看 这样好像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可以成了 怎么来成呢 成啥呢 一开始 几的结成 肯定是拿n来成 对吧 n就会成一个 什么n减1 然后下次再 再成什么n减2 什么的 对吧 一般都这样 那这么来写 肯定是不好了 但是咱好像看了一个东西 这个i 好像也是经历 这种地阶式的变化 对吧 这个 每次乘这个数 是不是都减1 而i 是不是也每次 乘这样的变化 只不过i和这个的变化 好像不太相符 对吧 i是从0开始 到n减1结束 对吧 咱现在让i 那变一变呗 保持这样的循环圈数 让i变一变呢 或者咱不保持 这循环圈数 行不行啊 跟循环圈数有关系吗 咱想到这的话 你觉得不错吗 咱这样啊 咱这样 咱先让i得啥 让i得1 i小于 等于n i得1i小于等于n 是不是刚才那个 循环圈数没变 是不是刚才那个 循环圈数没变 对吧 对吧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咱让 这个i 从1变到n的 每一个i相乘 是不是就行了 咱来一个容器 等还是等于multi等于1 行吧 容器等于1 是最安全的 对吧 让这个multi 乘等于i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倒着写也行 i等于n 你什么 你正的乘 倒着乘 不都是为了乘出结果吗 是不是这样的话 也是从1乘到n了 然后最后把这结果 放到multi里面了 结果你看到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跟循环圈数根本就没关系 对吧 不要去控制多少圈 只是咱们关注的是 从1乘到 它本身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只要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是不是就行 但是一开始你思考的时候 你可能想不到这 对吧 你可能想不到 但是一点点来呗 好一点点来 其实跟这个多乘这个1 基本上没啥太大关系 然后你看 然后你看 是不是这样就是一个过程了 就是写一个放行魂 让i从1变到n 然后呢 拿一个容器来接收它 每次这个容器都是乘等于i 乘等于i乘等于i 把这个从1到n的那个 累成的核 是不是求起来 对吧 然后就完事了 是不是这就完事了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这个能不能去弄 都没问题吧 弄大成去了 没问题 英语专业呢 拿去 好了好了 然后还有种情况没讨论 对吧 还有种情况是这个啥 有啥特殊情况吗 0的 咱先看1的阶层能不能实现 1的阶层是不是就1 2的阶层是不是比较2 对吧 咱先看一下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0的阶层 咱 保存刷新 1的阶层 1的阶层1 2的阶层2 3的阶层6 对吧 10的阶层呢 好大呢 对吧 好 好大呢 然后咱看 0的阶层 咱虽然说没写 但0的阶层是不是1 这个特殊情况吧 0的阶层它肯定不进入到循环里面去 对吧 不进入循环里面去 这个Masiple 咱一开始让它默认值是1 是不是输出也是1 好像也行 对吧 好像也行 OK 然后最好咱们在外面写一个EV EV让这个N大于等于0 对吧 如果小于0的话 直接输出Arrow 对吧 好了 这是第二题 第二题 然后呢 咱先不看第三题 第三题有点稍微有点复杂 对吧 稍微有点复杂 第四题也先不看 咱先看第五题 放松一下 对吧 第五题呢 输入ABC三个数 打印出最大的 这题有点过于easy 对吧 来 我把这copy吧 有个美剧特别好啊 现在你们看一看 就那时候跟你们说 那个WEST WORLD 那个现在出完了 最后一集出完了 出完之后呢 这个我看完最后一集 给我震撼挺大的 那个WEST WORLD 知道导演是谁吗 张艺龙拍不出这个 叫诺兰 叫诺兰吗 哎呀 诺兰拍过好些个电影的 记忆碎片听过吧 盗梦空间听过吧 星际穿越听过吧 基本上所有好电影 全都拍的 基本上所有好电影都拍的 一辈子全在拍电影 就拍了一部美剧 叫WEST WORLD了 他拍电影有个风格 就是高度的 高度的想象和高度的写实 那个星际穿越 你能明白一个事 就是星际穿越拍完之后 大概一年的时间 发现了引力波 证明了广义宪流论 也是对的 对吧 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 传输信息的东西 就是引力 里面讲的就是引力波 而且星际穿越 那个编剧 是真正请了 论述引力波 那个科学家 来做的这个剧本 是完全有科学依据的 完全准的 结果他拍这个WEST WORLD的时候 也采取了这样的手法 这个WEST WORLD 是1976年 一个心理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二分心智 二分心智的崩塌 他讲的是 里面讲的 讲的这个故事 是这个机器人 其实最后一集 他给揭示的时候 他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就是人的意识 自主意识 就是那么形成的 那个二分心 他基于那本书 叫二分心智的崩塌 那书我买了 但没有中文版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 就是这个Amazon 这个美国的Amazon 还有 这个里面讲的东西 还没到呢 可能又一段时间 又个半个月什么的 里面讲这个事 挺有意思的 就是人吧 人的心智这样的 大家觉得现在可能 你们做出的 你们做出的 自主意识 自主行为 好像都是咱们自己能控制的 对吧 但现在呢 咱们处于一个自由意识的一个边界 就是公元前三千 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前查三千年 大概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时候 有玛雅文明 有金字塔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说人呢 人的脑子是没有自由意识的 就是人的一些东西 好像就被编程写好了一样 你觉得好像自己在做一些什么事 其实好像是受其他地方控制的 就好比说 左脑会发出一个信号 控制你右脑 让右脑觉得 你自己产生的意识 去做一些东西 其实是人那个时候 进入一个盲区 不是说自由意识 好像什么东西被控制一样 后来信息量累积 引起这种自由意识的萌生 引起那种二分心智的一个崩塌 原来人的心智 是属于二分心智法 可是现在属于一个 二分心智崩塌的一个边缘 就是人们还在处于这样的一个 自由意识和非自由意识的 一个交界点 所以说这个东西挺好玩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科学论述 挺好玩的 可以去看一看 就之前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 时间简史的本书 听过吗 时间简史 霍清写的本书 论述了好几维空间 对吧 这个时间什么东西 他论述一开始主要论述 就是四维空间 他产出了一个道理 在三维空间里面 特别有意思一个概率 一个定律 叫什么呢 这是三维空间里面 任何物体的下一步的运动轨迹 都受上一次 都受上一时刻力的作用 就一个物体 下一刻的运动轨迹 一定受上一刻力的作用 这是肯定的吧 力会导致这个物体 产生一定的变化 变形 然后再推动 对吧 大家都同意这个吧 比如你往 你手里拿的东西 撒手 肯定往下掉 不可能往上掉 对吧 因为有引力作用吧 所以每一个物体 下一步的运动轨迹 都是受之前的力的影响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人就没有意义了 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人的组成叫蛋白质 蛋白质的再组成 什么有机体 再往前推的话 叫电子和原子 对吧 原子和电子 都有运动轨迹吧 包括你每形成一个想法 每一个思路都会经过 出处的一个反应 映射 刺激 电流刺激 然后形成一个特定的想法 导致一个身无反射 对吧 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人的前一刻 就把后一刻 你该有什么想法 该有什么样的运动轨迹 已经定义完了 就是你 你形成什么样的想法 你为什么会活着一生 之前都已经被写好了了 这剧本已经被写好了 知道吧 这个爱因斯 这个什么爱因斯 这个霍金的这个时间简史 斐印 就要阐述一个这样的道理 我当时看这种 我在书店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朋友推荐了 说你看一看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越看越觉得 霍金说太对了 对吧 好像真就这么回事 对吧 我朋友在旁边听了 所以霍金整本书 就是推翻这个概念的 对吧 整本书是推翻概念的 我说的挺有道理 后来研究一下 确实是那么回事 四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不一样 刚才那是三维 如果人生活在三维空间里面 那确实是那样了 但人是一个四维生物 那不一样了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了解了解吧 就是学习这个东西 它很重要 不要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 每次都跟他们说 我说这东西 不见得你在乘搁这句话 你经历过一定一段时间 学习之后 你未来前途光明了 你未来会有一个 基本的生存本事 但是你的未来还很长呢 那个来能来到很长时间之后 你知道吧 就是你摄取信息有什么用 我跟你讲 人做出一个判断 都是基于你之前吸出的信息 把这个信息进行过滤处理 来得出一个判断 所以你的判断有可能极其不精准 极其不准确 极其没有指导意义 能懂我意思吧 直到你对这个世界有足够的了解 有足够的认知之后 你才能对每一步的判断 每一个人你能产生一个基本的认识 和一个基本的判断 才能让你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人生 你没有意思吧 那天我见完凯莉之后 我也感觉特别深 他家是特别有钱的一个人 有钱到什么程度呢 他去高盛去实习 那个时候有个政策 高盛这种公司有个政策 如果说有大资产的 在这块投资的话 可以让这种资产的雇主的孩子 在这块实习三个月 他家给他投了1500万美金 让他在这块实习三个月 随随便便拿1500万美金 对吧 我当时听这书的时候 突然问了一下 我说$1吗 $1啊 我听完之后我就懵了对吧 又有钱又努力你知道吗 特别有正事的一个人 特别拼的一个人 本科斯坦福音是MIT 你知道吗 这样一个人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人家在海淀区有个四层楼 对吧 从地下室一层到四层 都是一家的 人家给我聊天的时候 是我家兔子丢了 我丢哪去了 最后找了一天 找地下室里面 整个一家人没找着 家太大了 从五层到一层找不着了 很感触 而且他对信息 他跟我是一类人 我因为特别喜欢学习东西 他什么东西呢 特别感兴趣 就想学习 至少是对于一种 世界一种新的认识 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他问我说 为什么这么喜欢金融 我是我不了解的 我说在我印象里面 只有这一块 是我最大的盲点 其他的东西 我都比较了解 然后后来他给我讲了一讲 他说我推荐了很多书 今天我还买了 一会回去我扎六分九 拿那书给你拍个照 这么厚大概是 这么厚一锣子书 让我给你全买回来了 他推荐了 什么曼昆的 别把这个东西当成负担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你吸收知识的同时 你再成长 你再成长 行吧 咱看这个ABC三个数 怎么来比较它们 比如三人比个 比个不行 比个看那什么对吧 比如三个人 老邓 老邓和他大哥二哥对吧 大哥二哥 他三人现在比习位多对吧 然后老邓收个数 然后二哥表示多还是少对吧 然后最后哥仨比出了一个 谁西伯多对吧 谁西伯多 人说读书有什么好处呢 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对吧 然后黄金屋可以买颜柔玉对吧 对吧 开点玩笑啊 ABC三个数相比 咋比 你不知道这三个数里面是什么东西 用眼睛是不行的 得用程序来比 对吧 这是用定数 ABC里面代表变量 先拿A和B比一下 如果A大于B的话 他们仨如果取决大数的话 A一旦大于B 是不是B就没有E了 对吧 剩下的是不是A和C比吧 A比C大 A就是头子 A比C小 C是老大 就这么点事对吧 是不是就完事了 这个程序 那怎么来写 E负 A大于B的话 再比较啥 A大于C吗 如果A大于C的话 是不是代表 A是大哥 另外的一个情况 就是C是大哥 对吧 是不是这种情况 对吧 如果A不大于B B大于A 那说明 接下来应该是B和C比的话 B和C比的话 B如果大于C的话 是不是应该输出B 就是B是大哥 对吧 如果不大于 那就是输出C 是这种情况 对吧 保存刷新一下 咱试试 100 200 300 是不是300 对吧 200 400 150 是不是400 对吧 那书一样的书怎么办呢 100 100 再来个200 你猜呢 什么200 如果书一样 说A和C相等的话 如果A和B相等的话 A大于B吗 那不大于B 是不是到这来了 换句话 它可能列成B大于A 对吧 那不重要对吧 反正是B和C比了 B和C比 B不大于C 是不是输出C了 说不耽误 对吧 什么都不耽误吧 都不耽误啊 OK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这个没问题吧 就是这个大家都写到了 对吧 这个你了艳就出来了 这多简单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行了 那咱把最简单的仨 讲完了 来 看那不太简单的仨 不太简单的仨 我先把4给你pass掉 这个4题呢 也比较简单 只不过比较恶心 对吧 恶心和简单是两个概念 那种东西吧 恶心和复杂是两个概念 这个第4题咋写啊 输出456输出654 对 就是取模除减 对吧 是不是取模除减 比如这个写起来比较复杂 这写起来比较恶心 我也不跟你写了 是吧 我也说一下吧 这个456 你想变654 你得把456单独提取出来 然后反着去弄 对吧 你怎么把这个6弄出来 把这个6弄出来 你先得磨10 磨10是不是余6 然后让456再减这个6 对吧 然后是不是剩45了 刚才磨10说把6已经取出来了 然后再减个6 要取这个5对吧 再减个6等于450 450再磨100 是不是得50 50再除个10 是不是把5也取出来了 然后是把那个450 450再减那个50 是不是剩400 400再除100 是不是4也取出来了 然后什么什么位的 倒过来就完事了 对吧 倒过来吧 其实那个5 你根本就不用除10 那50反正5就在中间 对吧 就直接加就完事了 对吧 直接加就完事了 然后让4不成了 让6乘100 是不是就完事了 反正加不就成这个了吗 但你直接除 是不是数小时点了 就不行了 对吧 直接数小时点了 OK 带个0 怎么带0 带个0呢 就是这样 250 250 这多简单啊 数数52 为啥我数数52啊 你说 你说数数52啊 那就数数52呗 你0乘100不还是0吗 你加回就不写0吗 倒过来就是52 倒过来052不就52吗 一样的 一样的 他是把每一位取出来 就各位到处取出来 就成百 对吧 十位乘10 然后百位就 干脆就放到后面了 当各位是吧 对吧 就这样吧 行了 这是第四题啊 第三题和这个第六题 咱好好讲一下 第三题叫菲伯纳西数列 这个菲伯纳西数列 咱 要算两次呢 这次是先这么算 咱讲完函数之后 咱还要去写的啊 所以说这个菲伯纳西数列 这个概率 这个规律 咱得明白啊 来吧 菲伯纳西数列 找规律 能找不 菲伯纳西数列是前两位 都是已知的 对吧 前两位是已知的 打第三位开始 咱就变得不得了 对吧 那如果说菲伯纳西数列 咱想求第五位的话 咱得怎么办 咱有个规律 菲伯纳西数列叫 当前位等于 头哪位的盒 对吧 第五位等于 第三位加第四位 但第三位第四位 是不是咱们都不知道 那第三位和第四位 是不是还得另球 对吧 所以说咱想求第五位的话 咱得从前往后推吧 是从前往后推 比如说 球的位是第五位 咱怎么从前往后推呢 咱先来三位 再来四位 是五位 自然就出来了 是不是挨个球一边 对吧 怎么来往后推啊 比如说 这是菲伯纳西数列的 第一位 这是第二位 那第三位呢 就应该是 比如这个 这个first的 second的和third的 当一个游标来使 他们可以串的 是吧 这个third的 从来都是位置位 对吧 位置位是不是等于 头两位的盒 对吧 第三位等于啥 等于二吧 等于二之后 是不是现在 游标得换一下 让他变成first位 他变成second位 是不是第四位 就显而易见能球了 是不是first 永远都是first 加second的对吧 first加second的等多少 等于三吧 是不是三 然后接下来游标再移 对吧 让他变成first的 他变成second的 那third的能球吗 是变成五了 是不是最终的第五位 third的在这 对吧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一个这样的过程吧 那咱重新看一下 比如说 废物纳西数列 我想让你球第五位 球第五位 咱得经历多少次循环呢 或者咱得经历多少次运算呢 经历多少次运算呢 第五位 经历多少次运算 得先求第三位 对吧 是不是第一个first加second的第三位 他是四的对吧 知道他之后 拿球来的当已知 对吧 他是first 他是second的 再求一遍 是不是变成他了 是不是这是第二遍运算 对吧 第三遍运算 是不是就求来五了 是不是三次运算 如果说我想求第六位呢 要经过几次运算 再来一次呗 第七位经历几次 就再来一次呗 第六位是不是四次运算 第五次三位 第六位肯定四次 是不是往后退一次 还是了 第七位肯定有五次 对吧 所以 第几位和多少次运算 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减二 减二 是不是 第几位和多少次 和运算多少次 是不是一个减二的关系 对吧 而且每一次运算 它的规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 first的位 加上second的位 等于三的位 对吧 只不过每一次计算完 把这个游表往后挪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说每一次运算抽象出的规律 都是first的加second的 等于这个色的 然后接下来把游表往后挪一位 方便下一次运算 是不是每一次这个 循环的计算过程都是这样的计算 你看每次都是吧 你看 第一次 第一次是让 第一次运算 第一次计算怎么计算呢 让first等于它 second等于它 是不是求色的 还没完 第一次运算还没完 第一次运算还得为 还得为第二次运算打个铺垫 让first变成它 让second变成它 对吧 这叫整体的第一次运算吧 第一次运算是 让第一位加上第二位 等于第三位 然后顺便把游表往后挪一下 是不是第一次计算的整体过程 然后第二次计算 是不是在第一次计算的基础上 first的位加上second的位 等于third的位 然后再经历一个游表的变化吧 让他等于first的 让他等于second的 对吧 然后方便第三次运算吧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所以说咱们写出来一个程序的话 咋写的 咱都说了得有first的 得有second的吧 所以我把这变量先弄出来 有可能还得有个third的 对吧 对吧 是不是这样 一开始这个first和second的 有没有默认值 有吧 都是1吧 对吧 然后接下来干嘛 写方循环嘛 是不是写方循环 循环多少次 咱说每次方循环里面 是不是重复了一个计算的过程 每次方循环里面都是 先说多少次吧 I得几啊 这个I是干嘛的 控制循环 圈数的吧 是不是这里面不会用到I I只是为了控制循环圈数 那这样的话 I得0 I小于N-2 还是I得2 I小于N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那就N-2 行吗 N-2 I加加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N的7的话 是不是就是五圈 因为0到 0到几 因为0到5是五圈吧 I小于5 是吧 I小于5 是不是五圈 是五圈 对吧 也是0到4 对吧 0到4 好了 那每一圈咱就进行咱们的运算吧 每一圈干嘛 每一圈让 3的等于 1st 加上2nd 是不是这个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得挪优标吧 怎么挪 看啊 这是一开始 这是1st 这是2nd 咱挪 先让谁等谁 1st 1st等于2nd 等于2nd 然后呢 得是这么挪优标吧 得是这样吧 是不是这个变first 这变second 对吧 second这是3的吧 对吧 所以肯定是让 肯定让现在的first 等于刚才的second 对吧 你让现在的second 等于刚才是4的 对吧 你画上来图不就明白了吗 等于4的 就完事了 方便下次运算吧 你下次有 你就接着我算 没有拉到 就完事了 对吧 OK啊 不对啊 手 然后输出啥 输出second啊 输出sir的吧 说每次求的都是sir的 对吧 在里面输出 比如说 比如说你就要求这个的话 是不是这些sir的出来了 对吧 最后求的是sir的吧 最后求的是sir的 对吧 求的目标位是sir的啊 看看 document.write sir的 比如说你当n是3的时候 是不是就循环一圈 一圈的话 是不是 你把游标挪过去 下一次也不计算了 直接输出sir的 完事了 一圈不是这样吗 sir的等于sir的 加first 完事了 对吧 下一步只是为了 但这一步 是不是不能放到下面 这啊 这就乱了吧 是不行 对吧 别乱了 OK 行了 咱看一下结果 拿起来 刷新 嗯 这怎么回事 啊 没输入n啊 cars int window that prompt 我上次 我上次教你们打字了吗 还没教打字呢 是吧 好 是吧 一会下课的时候提醒我 教大家输入法 是吧 教大家输入法 怎么样快速打字 对吧 现在你们的输入速度和我 还有那么一斤点差距 对吧 来看一下 看一下 输入3是不是2 对吧 输入4是不是3 输入5 是不是这个 但现在有问题 有问题是输入1的话 白费对吧 安递犯的 1和2为啥不行 1和2是咱已知的 对吧 换一换 咱这块这个n 那是从从从从 从多少开始了 从3开始的吧 是不是2就不好使了 那怎么办 得一复一下吧 对吧 一复一下 走哪一复 啊 整个for对吧 说把整个for 一复起来吧 是吧 for还得加这个输出吧 一复一下 一复n 大约 r 对吧 n大约2吧 n大约2 就来这套体系 那n不大约2呢 咱干脆图个简单 咱别elseif了 是吧 咱就else了 不大约2的话 统一输出1就完事了 对吧 就统一输出1就完事了 现在OK 你输出1的话就是1 输出2的话是不是也是1 输出3的话才是2 对吧 输出10的话是55 没问题吧 对我们大约数列啊 是不是这就完事了 对吧 首先这个东西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复杂还是能找规律的吧 对吧 它的规律就是挪个游标 计算一下 挪个游标计算一下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 然后你把为什么说找规律 找规律其实找的是两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就是这个东西 通过什么样的规律算出来的 第二个规律就是 每次循环往复的这个计算 到底是啥东西吧 每次你循环的是啥 往复的是啥 是不是拿出来 把循环往复的东西拿了之后 放到双循环里是不是OK了 对吧 是这样的过程啊 好 对不大约数列完事啊 完事 完事之后呢 来第六题 第六题啊 打印100以内的质数 质数就叫素数 和这个合数是相反的 对吧 质数呢 有个特点 叫只能备1和资深整除 对吧 只能备1和资深整除 知道这个什么叫备什么整除 明白吧 比如说1除以2 比如说啊 比如说2 比如说4除以2 叫4除以2得2 对吧 然后是4备2整除 能够用意思吧 是小学术学老师 就是需要搞定的工作 对吧 看一下 单一百以内的质数 这个算法写出来之后 你输入多少以内都可以 一百以内的质数 咋整啊 挨个看呗 这思路是怎么来的 你想一百以内的质数 首先第一点想 一是不是质数啊 二是不是质数啊 首先第一点想 肯定是这么想的哈 肯定有一个 判断质数 质数 质数 判断质数的算法 会有一个判断质数功能 然后呢 把一到一百 这几个数 挨个拿出来 去放在算法里面 看看合不合适 是不是这回事 先看看 怎么把一到一百 那数拿出来 我把一到一百个数 拿出来挨个 看一下 它是不是质数 怎么办 是不是质数 方循环 小于一百吧 i++对吧 是不是这就OK了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看每一个数 是不是每一次i 咱们要处理的是 每一轮循环的i对吧 把每一个i拿出来 看看它是不是质数 对吧 这里面简单判断的是 看看 看看每一个i 是否是质数 OK吧 咋看一个数是不是质数 咋看一个数是不是质数 是不是找规律 质数啥规律啊 只能被i和自个儿整除 对吧 只能被i和自个儿整除 翻译一下 怎么翻译 不是这么翻译 i到看看 是不是只能被i和自个儿 整除的意思就是 我拿出来 比如说我是十 我要从十一直除到i 看看是不是只能被 看看是不是除完之后 只有两个取与取的是零 我是十 比如说我是一个数 我是十 我看我是不是质数 我的办法就是 我自己先除个十 再除个九 再除个八 一直除到一 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过程中 只有两个被整除了 能懂我意思吧 如果只有两次被整除了 那说明我是质数 如果不是两次 两次以上的话 说明我不是质数 对吧 是不是合书 是不是这回事 是不是这是一个程序 找自己是不是质数的一个规律 是不是该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就是拿出一个数之后 从这个一到这个数 这个这几个数 都得被当前这个i除一遍吧 那是不是还得一个放循环 对吧 还得一个放循环 这个放循环为了拿啥 比如当前这个数 当前这个i是十 我为了拿一到十这个数 让i除一遍 对吧 那这个放循环 写起来就有说到了 这个放循环循环多少圈 完全随着i去变吧 是不是 是不是0到i之间的区间 那怎么来 握一个接 咱别起i了 对吧 乱了吗 接等于 接等于接 得个1吧 你除0没意义 对吧 就除0没意义 然后呢 就这块写0也没意义 对吧 1开始吧 然后呢 接小于 小于等于i吧 接加加是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里面干的是啥 这里面的循环 是不是要 这你听我说 这里面在循环的时候 就这里面循环了这么多个圈 直到循环完毕 是不是这个i还没变呢 因为它在另一个循环里头 对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先循环 这个循环干嘛呢 把这个1到i这个数都拿出来 让i除一遍吧 这里面就是i磨接的过程 因为接在这个循环里面 是不断变的 对吧 i是不变 i是外面的循环里面的数 对吧 磨一圈 当它磨完之后 等于等于0的话 我们就记一下次数 当磨这个东西等于0的话 我们就记下次数 最后记出来次数等于2的话 说明它是质数吧 是不是 是不是咱到记下次数 跟它记下次数 i磨接得0了 说明我把你整除了 对吧 说被你整除了 是不是i被接整除了 对吧 从1除到自身这过程 只能被整除两次的才叫质数吧 说整除第三次都不叫质数了 是不是咱给它记个次数 记个次数咱换一个变量 叫矿的等于0 当这个成立的时候 当是不是一副啊 对吧 就矿它就加加一下 对吧 是不是到最后的时候 就矿它得2的时候 说明你是质数 然后把你输出就OK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 当这个放循环结束 咱们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这个矿的等于几 这个放循环结束 什么时候能看放循环结束 这个放循环结束 因为一个放循环肯定判断一个I是不是成立 对吧 在 在EV下面 判断这个循环的最后一圈 对吧 这循环最后一圈是啥 接等于等于I吧 并且呢 矿它等于等于2的时候 我才输出这个数 因为咱们要把质数输出吧 矿它等于等2是不是整出两次啊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输出啥 输出I是不是完事了 输出I的加空格啊 然后是不是就能把sosa输出出来了 保存 刷新一下 没有输入 也不需要输入 这输入什么东西 不需要输入 看看哪块有问题啊 它至少能输出一个数来着 我记得啊 虽然说这么写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有一个点啊 一会跟你讲 不能一个都不输出啊 我这上面写什么东西了 我看有没有错误啊 没错 那看看逻辑上有没有问题吧 啊 逻辑上没有问题吧 啊 肯定的了 肯定的啊 因为我从从1开始的啊 从1开始 这为啥啊 现在大家看看吧 为啥说一个质数都没输了 如果说从2开始 我从2开始就会 I从2开始啊 保存刷新 它至少能输了一个2啊 那为啥只能输了一个呢 为啥只能输了一个呀 我这算法写的没有问题啊 但思路也没有问题 当这个 当里面的放行环结束的时候 顺便对这个I的判断结束了 下一次再来这个放行环的时候 进行下一个I的判断了 对吧 所以每一个I判断的时候 都看看这个I是不是质数 都没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哎对 但有个问题啊 这个count出现等于2的情况 只有一次啊 因为下一次count是继续用的呀 咱希望每一个I对应 唯一的count吧 对吧 你接着上次的家 那算什么回事 对吧 那他永远不可能再等于2了吧 对吧 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再等于2了 那怎么办 在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让它 让quant在这 在这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放行环结束了 在这执行的话 是不是也相当于 这个放行环结束了 这个放行环是判断当前I 对吧 其实这个if都没必要写理 你写外面不就完事了吗 你看啊 我把eu写这 和把if写到这有啥区别 我直接等于2有啥区别 看有区别吗 是不是一样的 你这个gA等于I 是不是要判断 这个放行环的结束条件 那我把东西写到 这个放行环外头 那个放行环肯定结束吧 是不是肯定结束 你看我把这个东西删掉了 我把它写到这 如果这个euf执行的话 是不是势必象征 这个放行环结束了 对吧 所以你不用写到里头 也没关系啊 对吧 quant等于2 然后输出这个输出这个当线I 然后这块咱给quant质0 是不是完事了 是不是每一圈都给quant重新用完之后的质个0 用完之后质个0 是不是每一个quant对应一个I了 对吧 这回保存 你再看 是不是就全出来了 是不是就全出来了 对这吧 咱把1也加上 刷新 说不影响 是不是所有的质数都出来了 看看这个能不能理解 看看能不能理解 其实很简单的过程 里面这个外面这个放行环 外面这个放行环 为了把1到100的数I拿出来 里面这个放行环就是判断每一个数是否是质数 怎么判断呢 让这个数除以1到他自身的所有的数 看看有多少次被整除 对吧 并且记录一下 当只有两次被整除的时候 说明它是质数 对吧 是不是这回事 OK 然后判断一下这样的东西 这个quant是为了计数的 quant质0是为了方便下一次计算的 对吧 让下一次计算变得更准确吧 这个是不是能理解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行了 这是一个判断质数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不是最简单的 咱提升一下 提升一小价 咱这个来点思维上的飞跃 它不是最简单的 给大家提一个小概念 我上次课应该说了 我比如说咱们保持一个面积横等 面积是100的一个方块 正方形长方形无所谓 那现在咱们首先能想象到 面积是100的话 首先10乘10对吧 这个10乘10 还可以有其中方法 让它同等面积不变的话 比如说4乘以25 是不是也能实现 2乘以50 是不是也能实现 1乘100 是不是也能实现 2.5乘以40 是不是也能实现 反正很多数都能实现吗 是不是有事 对吧 比如说1.25乘以 乘以多少 80 是不是也能实现 是都能实现吗 你看啊 无数个数拼成这么多个数 就是相乘 它最后的结果等100横等 对吧 但你能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是 如果10和10是一个临界点 一个长一个宽的话 这会长宽是不是相等 这俩东西是不可能同时增加 来保持100相等的吧 来保持100横等的吧 你10乘10是一个基点 一个10增多 一个10就得减少 来保持它们成绩不变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是不是 不可能这头10加那么一两个数 那头10加那么一两个数 成完之后还得100 不可能 坚决不可能 对吧 一定是一个往上 一个去得往下 同意我的 我这么说同意吧 对吧 那 这个你要同意的话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判断100是不是质数 是不是从1除到100 用吗 50 从1除到10就行了 因为你看 能被100 能被100整除的 能把100整除的这些个数 比如说4能整除的 25能整除的 对吧 你4能整除的 出完那个结果 出完那个伤 是不是得25 他俩是相对应的吧 你除2那头 是不是得50 是不是他俩也是相对应的 所以你判断完了一边 那一边自然有对应的结果 你就不用看了吧 如果10以下都没有人能把他整除 10以上 你相信我 肯定也不可能有人把他整除 因为他俩是对应的 对吧 有个临界点往那卡着 一个数在下面 一个数就得在上面 如果下面的数都没有任何一个数 能把100整除的话 那上面也坚决不可能有一个数 能把他整除 同不同意我说的 明白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时候 咱看100是不是质数 咱从1除到10就行了 能懂我意思吧 是不是从1除到10 就可以了 你不用除太多吧 是不是不用除太多 所以你看一个数是不是质数 你除这个数的平方数以下的数 是不是可以了 看9是不是质数 是不是看3以下的 有没有能把他整除 包括3是不是行了 对吧 是不是 因为3以下的能把他整除 肯定对应一个3以上的数 一定是这样 对吧 你看16是不是质数 你就看1到4之间 有没有能把他整除的数 对吧 2和8是相对应的 所以你看完2就不用看8了 对吧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OK 那咱们这块怎么改一下 怎么来求一个数的平方数呢 这个方法叫 mess s2 mess2 mess2 这个还没学 他无所谓 就是个方法 就记住呗 你就记住呗 开方数对吧 你把100传续之后 他给你返回10 有没有意思吧 100传续之后 反回10 那现在咱改一下咱的程序 i 接小于多少 mess2 mess2 i 小于等于他 小于等于他的话 咱就得调整一下咱们的算法了 咱这个quant还是加到2吗 从1一直除到自己的开方数 只能被整除一次了吧 这回事 是不是quant就要等于1才行啊 对吧 是不是quant就要等于1才行啊 当然这个1咱也别换了 咱从2开始吧 1怪格 1咱都知道不是质数了 就是quant等于1才行吧 对吧 保存刷新一下 是不是还是没变化 还是这个 对吧 还是这个吧 但是不现在他走的循环圈数 就少了不少 是不是循环圈数少了不少 原来你单是一个99 你就得圈100 你就得走 你就得走99圈 至少吧 对吧 现在你只需要走 那么在10圈8圈 是不是就完事了 所以判断完了吧 OK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一个 简化的情况 当然这块啊 只作为一个思维的一个拓展 拓展 能理解多少 理解多少 能解吗 这块 OK啊 你用下课休息会儿吗 用下课休息会儿吗 需要吗 休息会儿了 都要过等待 煮 French 突然将我们期待 香突然有证illo 我不还可以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